我們又回到經濟午餐的時間 在我們新城電台今天請到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來跟我們談談不同的話題 Hello 張欣宇 街坊怎樣稱呼你呢 通常叫我Gary 欣宇還是羽仔 欣宇可能有點偏大一點 大家認識張欣宇很多時是關於鐵路相關的議題 大家都立刻想起找張欣宇訪問 我在新城的神組節目 很多次臨時有鐵路議題 要找你電話訪問 第一次跟你在直播室一起聊聊天 張欣宇本身為何大家找你鐵路呢 就是你是港鐵的工程師出身 可以先聊聊聊天 為何你會入行做鐵路呢 你是鐵路迷來的 其實未必是完全是鐵路 不過我們大型基建一直都有興趣 我本身是讀土木工程 在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都是想做一些基建類的 因為我們讀土木工程的兩個方向 要麼就是建房子 要麼就是住宅 要麼就是做基建 所以我也是看著基建方向去找工作 當時就走過基建方向 基建方向 一畢業就做港鐵 還是都試過在基建建公司做的 其實我是大學畢業就已經去了港鐵 剛好有一個基原考核 被勞制了 對 後來都覺得 當時剛好我入行的時候 就在十大基建的階段 曾任權的時候 對 都有很多鐵路工程 沙中線 南港島線等等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就入港鐵 就變成做了一個工程師 就不是那些小學開始已經喜歡火車那類 那都喜歡的 但是那時候就不會想未來去做這些 一定會進去又要起鐵路 因為這個夢想 如果夢想達成就很難得 但是做土木工程 有些人覺得很悶 對著圖子 其實我自己主要是做地盤多 我是坐辦公室反而少 在地盤其實就很有趣 每一天都刺激的 有很多不同的對人 對市 處理不同的問題 要追進度 駐地盤第一樣是否要認識另類語言 都可以不用的 可以這麼斯文 都可以保持斯文溝通 但是你要接受這個環境 接受這個環境 大家要比較奔放 但是工作環境會比較辛苦 去到工地遙遠 想找一間餐廳都沒有 我又很幸運 當時做的地盤主要都是市區 無論是做南廣島線的時候 其實就是港島區 做沙中線的時候 就在九龍區 就不算太偏遠 不過始終做基建工程 尤其是鐵路工程的環境相對就差一點 因為我們做地下 地下建的時候 無論是隧道 或者是坑 其實環境都 空氣等等都不是太理想 但是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挑戰 都很正常 香港的土木工程 你覺得是世界上去過外國看港地項目 香港的基建水平有多高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有不同的階段 在我們經濟起飛的階段 七十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甚至 其實我們整個基建的水平 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 即是建基建的水平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其實內地是追得很快的 如果你純粹說建基建來說 反而很多在公期 或者質素 質素 的控制方面 其實今天我們都 在全世界來說 都算是一流 但就不算頂尖 這是事實 我記得深圳去看地鐵圖 數一數 最新的那條去大梅山的地鐵線 加起來已經是三百個站 其實只說了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前是沒有地鐵的 到今天 但我們香港都是九十幾個站 應該一百個左右 即是公期那方面 其實另一個 反而我們自己做的一行 就是看它的質素 因為如果你的質素 不可以升得快 其實最後都未必是這麼好 現在看到內地的質素 控制方面都進步很快 不過香港始終一個頂尖的優勢 就在於我們對基建的管理 即是建建完之後 其實維修管理營運 這一部分 看回全世界不同地方 香港仍然都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會不會是有一點 就是成本 我們被人詬病 就是我們基建的成本 都相當誇張 如果真的跟內地對比 那這方面的差別是怎樣走出來 為何我們香港要建一個站 成本差這麼遠 可能我們一個站 就是整條線的成本 有一些是真的有些技術原因 或者是合理性在這裏 例如我們的確是對環保 或者對居民的滋擾這方面 我們是看得比較緊的 這些其實最後都是成本一部分 坦白說 在香港的地盤 很少看到地盤附近是那種塵土飛躍 很曹擦 這些地全部都有圖 這些是很少的 但如果你在內地就見得多 哪裏建基建 就是附近 基本上都是黃色的 這些控制上的成本 這是一些必須的成本 我相信今時今日 我們都不想倒退 一起基建就封了路 或者是影響了附近居民 好幾年 這是一方面 但亦有一些方面 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程序上 是有些臃腫的地方 例如一份圖 可能真的要批幾個月 或是少許的修改 都要經過很多關卡 這些最後都會反映在價錢上 你每個月都會出糧 所以這些就是 我覺得接下來都需要檢討 甚至是開隔的地方 剛才你有一句話 我說很有感受 我們都算是一流 但已經不是頂尖 本來我們曾經是頂尖 現在變了只是一流 你看回這幾年地鐵的事故 即是說地鐵 我們作為小詩文 都很有感受 是比以前誇張 以前人說 我可能最多是慢一點 5點 但現在是 這幾年的時候 整個門掉了 飛了出來 著火又試過 這些其實是 是不是因為龐大了 還是因為交接的問題 為什麼會多了這麼多事故 如果每一宗事故 你背後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很具體的技術原因 但我覺得都要成全面觀看 為什麼這幾年 可能全線停止 導致全線停止的事故 明顯是多了 我想這個背後 我自己分析 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的地下鐵系統 是1978年開通 到今天45年 45年剛好很多機械設備 電子設備 它本身去到30年40年 它就進入了一個 開始老化的 跟人一樣 跟人一樣 到中年了 40歲已經不應 其實你要多放一些資源去做 是一樣的 你要多放一些資源去做維修 甚至乎有些東西要換就換 但剛好這5至10年 其實港鐵正正是一個財政上的收縮期 就是那段時間開始切人手 切很多資源的投放 剛好遇到18年 18年間是最好的一年 1919年開始遇上社會動盪 當時平於應付 之後就疫情 都不會做很多投資金換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可以說最弱 或者資源最薄的狀態 去面對這些設備本身來到的老化潮 其實剛好是一個關鍵點 就是折舊時間出現 又撞到預算的分別 對 最固定的時候 這個真的要處理得好 因為我原本想著 會不會是東鐵線、地鐵線、混合 有很多系統一起 我們是小思雲這樣想 是否有這麼多系統你搞不定 但原來不是的 應該是成本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挺重要 因為我經常看 我挺豐富香港的地鐵 你去外國 去法國好像很厲害 地鐵不得了 去到美國好像很先進 去到地鐵也是不得了 希望香港這個地鐵 應該是可以拿著我們的頂尖 怎樣可以保持頂尖 在港鐵的管理上 有沒有一些可以優化的地方 我想有些事情要追回 早幾年 當我們有一個很緊的資源的時候 一些落後 其實之前來過立法會也有說到 其實他們本身有百分之一的維修保養 其實都沒有做足 這些其實要追落後 這些是基本的事情你走不掉 我們一會休息回來 再跟張欣宇議員說一下 香港未來的基建 鐵路發展的雲圖 或者你作為議會代議士 有什麼要爭取 令香港可以繼續做到 國際頂級的城市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